接著帶大家來看到的是這一位呢 他是全球的這個頭號大毒箱 他叫做謝智樂 他其實呢是出生中國 後來移民到了加拿大 那在加拿大就跟當地的這個華人黑幫結合 逐漸擴大他的這個販毒的版圖 最後呢他還因為將這個海洛因 大量的消亡美國 掌握了每年700億美元毒品交易量 那謝智樂呢 目前他已經在荷蘭洛網 被引渡到了澳洲述省 面臨終身監禁的重刑 所以引發了全球關注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謝智樂他之前呢 曾經因為疫情 所以是意外受困在台灣 那他當時呢是在台北常住 那台灣的檢方跟海巡署 還曾經對他展開長達5年的監控 掌握了他在台灣 其實曾經低調的過著豪奢的生活 農媒大眼說著由頭 看起來忠厚老實的大叔 其實是全球毒王謝智樂 他掌握的毒品交易量 每年高達700億美元 大約2兆台幣 日前在荷蘭洛網後引渡至澳洲受審 在此之前 他竟然躲在台北 好多年還暈船 愛上一位台灣女大生 根據《鏡週刊》報導 2020年謝智樂疑似為了毒品交易來台 卻碰上新冠疫情 有家歸不得 乾脆在台北東驅租豪宅Longestay 檢警獲報後長期監控 發現謝年59歲的他經常爬向山野騎U-bike 也是W飯店酒吧等高級場所的常客 和一位小他30幾歲身材腳好的女大生交往 專案小組趁他們到日本 新野集團在台中的餐廳吃飯時 將他強制約談到案 雖然知道謝智樂是跨國大毒銷 但因為在他的住處沒有收出毒品 再加上台灣被排除在國際刑警組織之外 只好放人 技術性的將他驅逐出境 讓荷蘭警方利用轉機時將他逮捕 成功瓦解以他為首的跨國販毒網 轉換焦點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陳琳九他其實日前不是還宣布說 跟他交往十年的那個女友 互互兩個人分手了嘛 那陳琳九他在3月4號的時候 在香港開場 沒有想到他唱著唱著 居然這個大螢幕上面 就播出了他痛哭流涕的畫面 這個畫面一播出來 是不是就讓大家產生了無限的想像空間 所以現在就有一種說法流傳出來了 就說其實他們兩個人的分手內幕 是錯綜複雜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周遭有人的真心話 好像是暗藏玄機的 像是跟陳琳九同樣都是 狼人殺圈子的徐凱希 他就曾經貼出了一張狐狸的照片 還說願大家人生都不要遇到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紀補型他也是話中有話的發文 他就說之前呢 別人都問我最受不了怎麼樣的女生 那個時候呢 我都隨便的回答說 公主病的女生吧 但是現在呢 我才發現原來三觀不正的狐狸精 才是最討厭的 就是很不分手 是啊 是啊 就是你們看到的那一張 再負荷的可能性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給各位答案 男性陳琳九才剛宣布 跟交往十年的女友胡胡分手 沒想到四日在香港舉辦演唱會的他 唱著唱著 竟然不小心哭了出來 讓粉絲們可是心疼不已啊 也是在讓人懷疑 難道跟胡胡分手 有什麼特別的內幕嗎 有些網友會有一些猜測 我跟她的感情就是我跟她知道 所以或身邊的一些朋友知道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人 就這個公告已經打得算是很 就是告訴大家 雖然陳琳九的口風實在很緊 但根據鏡肉刊報道 兩人分手真正的原因 可能是有第三者介入 怎麼看啊 怎麼看啊 甜美又可愛的小琪璇 在節目中表現亮眼 也被封為狼人殺女神 不過根據鏡週刊爆料 過往情史相當豐富的她 竟和陳琳九爆出曖昧情 可能導致陳琳九與胡胡 走上分手一路 仔細瞧瞧狼人殺女星們的現實動態 似乎能看出一些端倪 像是徐凱希就PO出一張狐狸的照片 並寫下 願大家人生都不要遇到綠茶 紀補欣也發文表示 之前別人問我最受不了怎樣的女生 我都隨便回答 現在才發現三觀不正的綠茶 狐狸精才最討厭 豆豆和紫妍更貼出一隻狐狸的繪本 並寫道 做見不得人的事 不怕有報應嗎 三人的現實動態 似乎都在暗指遇到了狐狸精 根據鏡週刊報道 小琪璇也因此被狼人殺的朋友們冷落 你會出家 我還真的有想過 雖然陳琳九現在已經恢復單身 但她的感情世界 還是令外界相當好奇 究竟與前女友呼呼之間 到底有沒有第三者 與小琪璇有沒有曖昧 目前三人都尚未有任何回應 再來看到的是這一對 藝人 鎮人朔還有小軒 他們已經穩定交往四年多了 大家都非常看好 他們應該是可以開花結國 沒想到現在卻有傳聞說兩人情電了 那朋友就在猜 他們兩個人之所以感情卡關的原因 可能跟宗教有關 正人朔和小軒交往的這幾年來 從未正式同居 而是各自有獨立的住所 但這並不影響彼此交往 而外界看來感情穩定的這一對 近日竟然也傳出情變消息 事情援起農曆年前 正人朔的一場私人聚會 有人耳聞正人朔親口表示 他現在是單身 而去年十月小軒在受訪時 承認跟正人朔曾經一度情變 因為對方拍戲太投入又會喝酒 還曾經酒後拍戲暴衝流傷疤 儘管他自己的酒量可能比正人朔還要好 但他非常不喜歡男友滿身酒味難受控 還下了最後通牒 工作和感情並需要二選一 但是當時小軒表示 兩個人經過溝通之後 感情取得了平衡 沒想到過了幾個月又爆出正人朔 自認恢復單身的傳言 期待已久的世界棒球經典賽 今天終於開打啦 那今天的賽事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現在跟我們五間新聞營 同時在開打的 就是古巴對上荷蘭 那中華盾則是在今天晚上七點 對上了巴拿馬 問問大家你的這個加油棒 準備好了沒 對 我們已經準備好化身啦啦隊 晚上七點鐘 準時來幫我們的中華隊加油 沒錯 那今天晚上 首戰的中華隊呢 到底我們派出來的先發投手是誰呢 昨天晚上已經公佈答案了 就是外界所預料的胡志偉 決定呢由大哥來出馬 扛起這個重責大任 那比賽後段這個勝利方程式 就要準備上班 對 外角訴求搭著去追打 遭到了三陣 結束這個半局威權龍的攻勢 所以胡志偉在前面三局是投出了完美的九上九下 台灣隊熱身賽實戰全勝 胡志偉被評估為正中狀況最好的投手 賽前評估面對巴拿馬之戰 台灣有非勝不可的壓力 那胡志偉他在日前官辦的熱身賽中 十三球投一局 標出兩次三陣 演出三上三下 那胡志偉說 現在呢已經到最適合比賽的狀況 身心都已經準備好了 之前也有持續在研究巴拿馬隊 好接著呢我們要來看到是中華隊今天的對手 巴拿馬他們的先發投手就是梅西亞 梅西亞是誰呢 他曾經在2020年跟2021年的時候 分別效力於馬鱗魚隊還有響尾蛇隊 而且當時他是有在大聯盟登板的 那今年呢他更是剛獲得了大都會的小聯盟合約 今年26歲的梅西亞曾經在2020年與2021年 分別效力馬鱗魚跟響尾蛇時 在大聯盟登板 不過兩季合季只有八場出賽 都是先發角色 勝投沒有開張還吞了5敗 防禦率6.68 他在2022年球季則是在墨西哥聯盟打球 待過三隊也有在多米尼加聯盟出賽 今年剛獲得了大都會小聯盟合約 而巴拿馬隊的總教練L.Otis 面對為何派梅西亞先發的提問時 不願多談 只表示我想要讓他投 大聯盟守護神李維拉日前已經抵達台灣了 那今天晚上他會擔任中華隊首戰 巴拿馬的特別嘉賓 哇這個真的是史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了 不過因為他是巴拿馬級的嘛 所以他昨天就被問到了 你希望是巴拿馬贏還是台灣贏呢 我們來聽看看他的回答 我來給你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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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幫你打理 obviously 我來為了 我來為了 巴拿馬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